一共有8种西装的样式摆在市场的前面 出千之后决定其中的一种比较吃马制服 这项比赛在3月6号到25号在各县市出赛选出48位前三名进行总决赛 今天总决赛的结果中年组的第一名是南投县的喜红翔 二十岁以下少年组的第一名是南投县的林源茂 第二名是南投县的曾辉琼和高兴市的李桑莲 少年组的优胜者可以在9月份代表我国 参加西板牙的国际西装制作比赛